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11月6号 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引起了国人的一片叹息和感慨 面对当下残酷黑暗的现实,人们不禁感叹 假设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担任中共的总书记 中国的经济多半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糟糕 李克强绝对不会说吃饱了没事干这类混账话 不会去挑战美国,让中国陷于孤立之中 李克强更不会像习近平那样疯狂的去摧残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 李克强恐怕也不会像习近平那样顽固的坚持清零 不会那样去劳民伤财 李克强当然也会维护中共的统治 但是他的手法肯定不会像习近平那样野蛮那么反制 只是历史没有假设 毫无疑问 就个人的学识能力来说 习近平和李克强完全不能相比 习近平只有小学的教育程度 是靠所谓的推荐,也就是靠关系进入了大学 成为工农兵学员 招收小学程度的学生 那样的大学根本就名不负实 而李克强则不然 李克强标志性的身份是七七级的大学生 那是文革结束后 大学第一次通过考试录取的大学生 那时候的大学生被称之为天之骄子 我们知道 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 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 中间有11年没有考试招生 此外 在文革开始之前的那些年 许多优秀的青年就因为政治原因 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 恢复高考之后 当年的这些优秀青年 也有一些人投入其中 有资料说 那些年积累的考生可能高达2000多万 最终有570万人参加了77年的高考 由于77年恢复高考非常仓促 很多人没有准备 而是投入了78年的高考 这一年的高考人数高达610万 这个记录25年以后才被超过 那两年 报考人数极多 录取人数极少 77级的录取率为4.9% 78级的录取率为6.6% 77级78级大学生 大部分都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 和极强的学习能力 毕竟他们是在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 在这两届大学生当中 聚集了大批的青年才俊 重要的是 1978年和1979年 是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最活跃的时候 高校深受影响 师生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了解世界的未来走向 当时的这个特殊氛围 对这些人的思想的塑造 有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像北大清华这些高校 更是聚集了很多的 有阅历 有思想的知识精英 这是一批难得的人才 在这些人当中 就包括李克强 李克强当时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 一位十分器重他的教授 是民国政府第一届公派留学生 先后在英国法国 学习宪法行政法 李克强曾经协助他 整理过这方面的专业著作 李克强本人 无疑对西方的政治制度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有很强的现代意识 与77级形成对比的是 在文革中 听至高考的这些年 曾经有过另一类的招生 不通过考试 而是通过所谓的推荐 进入大学学习 学制二至三年 入席的学员包括 工人农民士兵 多数人只有初中 甚至小学文化程度 这批人被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这些人大部分 都有很强的家庭背景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高级干部子弟 工农民学员不仅在选拔过程中 不考虑学识和能力 更大的问题是 当时的教育已经彻底败坏 这些人进入大学之后 也不可能受到正规的和系统的教育 从1970年到1976年 工农民学员总共招生94万人 远远超过77级 78级的大学生人数 这其中就有习近平 王岐山 赵乐际 蔡奇等人 李克强就是在聚集了 十几年优秀人才的77级当中 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而习近平就是在 教育质量低劣的工农民学员当中 也属于愚蠢无知的家伙 他们不同的起点 在很大程度上 也决定了他们的见识的高度 习近平是按照中共所谓的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的标准 选择出来的干部 只是习近平是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 也是工农民学员当中最糟糕的一类 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是 思想意识极端落伍 根本就没有学习能力 甚至没有感知这个时代的能力 典型的政治自逼症患者 他根本不可能通过学术考试获得学历 只能通过工农民学员的机会获得一个学历 其实中共当中 类似习近平那样的四话干部大量存在 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像习近平那样爬到最高层 说来七七级七八级当中 又有大批的知青 七七级七八级中的很多人 和工农民学员基本上属于同一个年龄段 但是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 在社会上从来就不是工农民学员的对手 在中共的官场上 工农民学员有绝对的优势 工农民学员一开始就是依靠权力和背景胜出的 他们虽然缺乏学术资本 但是他们拥有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 而且他们抢占了先机 毕竟他们比七七级七八级先进入社会 先进入官场 七七级七八级的优势是学术资本 而不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 不是关系网络 而且在真正的大学生出现之后 工农民学员普遍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他们知道自己不行 所以必须垄断权力 因而强烈提防排斥比他们优秀的 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 工农民学员这批人成事不足 却败事有余 他们非常抱团 在各级机关当中都充斥着大批的工农民学员 工农民学员实际上塑造了中国社会 中国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工农民学员主导中共官场 主导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 可能是中共教育史上的一个艺术 艺长的艺 数字的数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群人很大一部分来自曾经被排斥的阶层 甚至是来自当时的建民阶层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 在毛泽东时代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而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这些人亲身经历了文革和文革结束后 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 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 反差巨大的生活经历 让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更为透彻 对历史的反思更为深刻 如果文革没有结束 这些人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 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学员 这些人自然不会去怀念文革 而工农兵学员这些人 则是文革时代的受益者 他们对文革的认识 肯定和来自底层的七七级大学生 不一样 实际上 中共当局在政治上 并不信任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 七七级七八级的失败 并不是这些人个人奋斗的失败 而是中共高层政治安排的必然结果 这些人的命运 完全操控在中共当局的手中 事实上 从八十年代中期 中国的政治形势就已经开始逆转 中共高层就已经在开始防范和压制知识精英 后来在政治上展露头脚的那些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 大多都来自共青团系统 这也意味着其他的地方 并没有给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 在政治上的发挥空间 只是共青团干部和社会的接触非常有限 他们并不参与地方的治理和经济建设 作为七七级的优秀毕业生 没有能够进入学术领域 却做了团的干部 其实是李克强的不幸 习近平即为米是团派的干部 只是他能够成为县长县委书记 并不是靠他个人的能力 而是依靠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假如李克强毕业之后 直接到地方任职 也担任县长市长 他可能会有更强的政治能力 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 李克强能够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有极大的偶然性 他完全得益于胡锦涛的赏识和提拔 胡锦涛曾经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李克强那个时候也在团中央工作 是胡锦涛的同事 李克强在团中央的经历 也给他打上了团派的烙印 只是成了中共党魁的胡锦涛 懦弱拘谨 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 尤其是在各界极为期待的政治改革上 毫无作为 让各界极为不满 一大批红二代成员 更是公开的对胡锦涛言辞斥责 说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击鼓传花 从根本上动摇了胡锦涛团派的法统地位 乃至让团派有了原罪 此举间接的削弱了继承者李克强的政治地位 最终习近平成了总书记的接班人 李克强只能屈居第二 对于李克强来说 正所谓成也胡锦涛 败也胡锦涛 红二代公开的责难胡锦涛 这实际上已经为习近平严厉打击团派 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 在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上 七个常委当中有四个红二代 其中习近平张德江王岐山 他们三个都是工农兵学员 只有李克强一个会否高考之后入学的大学生 这无疑是红二代决定性的胜利 也是工农兵学员标志性的胜利 其实工农兵学员和权贵子弟有很大的重合 在那个剥夺了绝大多数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凭借权力和关系 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成为工农兵学员 各级权贵子弟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有人说 李克强的离世标志着高考一代人 集体梦想的破灭 其实六四北京大屠杀之后 那一代人的梦想就已经破灭了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 选择了逃避或者苟且 绝大部分七七七八几的大学生 早在十年前 他们最后的命运就已经确定了 在这个腐败黑暗的时代 他们基本上已经黯然退出了 在这个时候 李克强的死固然令人叹息 但是对这个时代来说 即便是他还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无足轻重了 在他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初 就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政治氛围当中 李克强的影响力和他的地位是不相当的 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情况下 他的影响力根本就微不足道 他不能阻止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 不能阻止习近平废除任期制 不能阻止习近平的倒行逆施 李克强的政治生命 那个时候就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有国际媒体说 李克强的离去导致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束 李克强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这明显夸大了李克强的重要性 这个时代的标志是习近平 而不是李克强 虽然说 李克强在中共的官场上经营了几十年 但是他还是良知为民 如果李克强成为中共的党魁 中国不会像今天这样黑暗 中国的政治经济也不会出现全面的倒退 社会矛盾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尖锐 所以李克强的失败无疑也是中共的失败 选择红二代 选择太子党 则意味着中共当局自己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理念了 不相信自己的组织了 只相信血缘 宁可相信自家的草包 也不相信不是自家人的精英 七七级七八级 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结果却让一个小学水平的功能名学员 成为了中共的党魁 选择习近平 在偶然当中存在着必然 这是中共逆向淘汰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就是中共这个反制自私集团的宿命 选择了功能名学员的习近平 就是选择了自杀 选择了自取灭亡 无能无知的习近平 成为中共党魁 完全是中共恶有恶报 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 购买毛泽东36G电子版 本书阐释的这位阴谋大师 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 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 小民之心网站 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再见